欢迎来到胡思乱想 一个专注于分享优质好故事的地方 一次免费的航班却成了所有人的噩梦 一顿简单的早餐却成了最后一餐 飞机上的乘客根本想不到事情会如此严重 以至于飞机需要立刻紧急迫降 144名乘客的性命危在旦夕 这就是著名的日本航空食物中毒事件 1975年日本东京 344名乘客兴奋地登上了一架飞往巴黎的飞机 其中大部分乘客都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或者家属 这是一次公司安排的巴黎度假活动 可口可乐公司承包了一架波音747客机 航线分为三段 飞机首先从东京机场出发 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 然后穿越北极降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最后到达目的地巴黎 整个旅程大概需要20个小时 第一段旅程从东京飞往阿拉斯加 一切顺利 随后飞机飞越北冰洋 大概在7点钟左右的时候进入欧洲 这个时候空乘人员为大家准备了早餐 火腿煎蛋卷 机长和副驾驶是刚从阿拉斯加接手飞机的 上飞机前他们就已经吃过早餐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吃飞机上提供的早餐 但乘客们这个时候已经饿了 他们开始纷纷享用这份美味的早餐 然而 仅仅30分钟之后 近150名乘客突然剧烈呕吐恶心 并出现腹泻和腹痛的情况 飞机上的卫生间顿时爆满 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要用厕所的需求 同时也有严重的患者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于是飞机被迫快速降落在了哥本哈根的一个机场里面 此时大多数乘客的病情严重 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一场美好的旅程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 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入哥本哈根的医院里 但问题来了 丹麦的医生都不会说日语 而飞机上的乘客只有很少人会说英语 沟通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为此 机场迅速联系了在哥本哈根开日餐馆的老板 调来了10名在本地日餐馆工作的员工 来进行协调翻译工作 其中有30名乘客的病情危急 出现了严重的食物中毒情况 医生首先怀疑的就是飞机上的早餐 火腿煎蛋卷 因为大家都是在吃完早餐之后不久就出问题的 但医院还需要化验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但奇怪的是 坐在飞机最后面的人都没事 所有食物中毒的乘客都坐在前排和头等舱 于是医院对呕吐物 粪便和吃剩的火腿煎蛋卷样本进行了检测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种名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细菌 以及由这种细菌产生的高浓度毒素 这一群祸首确实就是早餐火腿煎蛋卷 但这些细菌是从哪来的呢 飞机餐时的准备会有严格的程序把关 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于是调查人员开始调查这批早餐的来源 结果他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这批早餐做好之后 在室温下放在厨房里超过了6个小时 尽管之后他们又被放在冰箱里超过14个小时 但冰箱的温度不够低 根据规定 食物需要被放在4摄氏度以下的地方保存 才能阻止细菌的生长 但存放这些火腿煎蛋卷的冰箱温度是10度 然后这些煎蛋卷被运上飞机 在没有冷藏的情况下又存放了8个小时 之后才被重新加热发放给了乘客 这意味着超过了28个小时的储存 而且温度还不够低 细菌有足够的时间生长并且释放毒素 但出现毒素的前提是 饭里得先有细菌才行 那么这些细菌是从哪来的呢 调查小组开始仔细调查 给飞机配餐的餐饮公司 这是一家日本航空公司 在当地的下属公司 火腿煎蛋卷就是他们公司准备的 调查人员很快了解到 三名厨师参与了早餐的准备 其中一名厨师准备了 头等舱和前排乘客的配餐 这名厨师负责准备和处理 煎蛋卷里面的丹麦罐装火腿 他准备了354份配餐中的220份 结果显示 吃了他煎蛋卷的人中 有86%的人都食物中毒了 调查人员发现 这名厨师的手指上还缠着绷带 打开后发现他的手指上有伤口 而且他觉得这是件小事 就没有跟主管汇报 按道理说 主管也应该检查 每一个厨师的健康问题 调查人员发现 他们的主管也忽略了这一点 检测显示 这名厨师的手指伤口处 存在大量感染的葡萄球菌 正常情况下 仅需要100个葡萄球菌 就可以让人产生食物中毒的现象 所以飞机上的这些人 才会这么快的出现症状 另外 这些细菌还具有耐热性 因此 早餐的再加热过程 并不能消除这些细菌 其实 整个事情不光是因为 厨师手指受伤的原因 如果这些肩胆卷 按照严格的食物安全规定 来进行储存 那么食物中毒的事件 就可以避免 事实上 是厨师感染了葡萄球菌 再加上管理人员没有核实 他的健康情况 以及食物的储存不当 这些所有因素加在一起 共同导致了这次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 而且幸亏飞行员吃过早饭了 不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这次中毒事件导致了其中一名乘客死亡 他做梦也想不到 飞机上的一份火腿肩蛋卷 就会成了他自己的最后一餐 这次事件发生后 许多航空公司都更改了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要求机组人员吃的配餐 和乘客吃的配餐要分开来做 以防止飞行员食物中毒 而导致飞机无法正常飞行 52岁的桑源 是日本航空餐饮经理兼副总裁 这次事件的直接负责人就是桑源 由于这次中毒事件关系重大 各种负面宣传和对公司名誉的打击 以及他工作的失职 桑源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事发几天之后 桑源就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里自杀了 他在航空公司已经工作了25年 他的同事妻子和四个孩子 都为他的死而感到悲痛 尽管此次事件给所有航空公司都敲响了警钟 但根据NBC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航空的餐饮安全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在美国 普通餐馆每六个月就会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但航空餐饮的检查时间是三到五年一次 而且就算真的查到问题 也不会受到惩罚 从2008年10月到2019年底 美国食品安全局在16家航空公司 以及美国的三大航空餐饮界里面 都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比如储存食物的温度问题 没有佩戴手套 生肉和熟肉混乱堆放 面包发霉 蔬菜腐烂的问题 比比皆是 而且发现这些问题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 根据食品安全专家吉恩迪布尔的说法是 如果你比较担心飞机上的食品安全 你可以选择避免在飞机上吃以下几种食物 首先是乳制品 乳制品在没有低温保存的情况下 是最容易变质的食物 另外还有冰块 因为细菌可以在冰块表面存活 还有熟食肉类也需要注意 因为是冷冻再加热 而有些细菌在高温情况下无法被完全杀死 最后还有虾 虾的身上可以寄生许多的不良病原体 2015年的一项消费者研究报告中显示 60%的冷冻下中都检测出了沙门士军 里斯特军和大肠杆军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飞机上一般都喜欢吃什么配餐呢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我是小虎 我们下期见